海关在今年初经过深入调查之后 在9月10日 即是上个星期四 采取行动 突击搜查四个住宅单位 和一间持牌的抓换店 并以涉嫌串谋洗黑钱的罪名 拘捕四男二女 被捕人士其中五名是来自一个家庭 包括有爸爸妈妈和三兄妹 其中两人是报清无业 而其余的三兄妹报清的职业 是一些技术员、经理 和是一个客户服务员 他们每个月的收入 介乎是一万五千元 至到三万元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我们发觉这个家庭 有那个拥有的资产 是涉及三千万 包括有千五万的银行存款 以及是有两个 在2018年至2020年 购买的物业 分别是七百万和八百万 所以我们海关怀疑 这个家庭是有一些隐藏的收入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我们发现五个家庭成员 在本地多家银行 开始超过100个个人账户的户口 而在2018年至到现在 他们合共收取以及处理了 合共是30亿港元 不明来力的款项 而这些款项多数是来自一些空壳公司 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在我们分析这些纪录的时候 我们发现涉案的家庭成员 曾经与一间持牌的找换店的持牌人 有不尋常的大额交易 在今年 这个持牌的找换店 那个持牌人 与这个家庭已经有1亿7千万的交易 但是这个持牌的找换店 向海关申报的交易额 今年的交易额 只有3千万的 我们怀疑这个找换店是利用其他人的户口 即未经向海关申报的户口 去处理这1亿7千万来力不明的大额交易 企图利用找换店做一些掩饰 逃避海关的监管 进行一些清洗黑钱的活动 而这一单的案件 是海关破获同类型的洗黑钱案件当中 金额是最高的 我们也都即时安排 击结了相关人士 被捕人士的合共3千万的资产 包括1千5百万的银行存款 以及两个物业 分别是700万和800万 至于那个持牌的找换店 我们也都在上个星期五 即时吊销了他们的牌照 作进一步的跟进调查